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在政治题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 国民党的桃园市长 参选人张善政 这几天非常的忙碌 持续的拜会地方人士 网络媒体也公布了一份最新民调 就是如果郑文灿跟林志坚 合体的民调 44.7%的支持度 等于是显胜张善政 42.8%的支持度 小赢将近两个百分点 这让张善政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这不是所谓的传统民调 是网络声量的调查 那么当中郑文灿赞了七成 林志坚只有三成 他还反问说到底是谁 要来选市长 拜会地方请跑基层 毕竟最新民调张善政 小叔假想敌新卢市长林志坚 但这个数字是郑文灿和林志坚的联手民调 他们以百分之四十四点七 胜过张善政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 小赢将近两个百分点 那个所谓的民调 其实是一个网络声量的加权调查 把郑文灿的七成声量 加上林志坚的三成声量来跟我比 所以那不是一个所谓的传统的民调 而是一个声量调查的加权比重 其中郑文灿在了七成 那我要请问说到底是谁在选市长 对不对 大家自己看得清楚 这份民调指出当民进党派出林志坚 加上郑文灿的拉抬效果 才能让林志坚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对抗张善政的海啸效应 A加B然后要大于C这样子就表示说 A比较强或者B比较强 这个这样子的 他至少在逻辑上就已经是有很大的问题了 非正规民调徐赵翔指出参考就好 反观成全国民党的罗志强 祈福之旅进入尾声 把民调看得很淡 声量比做事重要 绿营桃园人选没出炉 倒是合体民调先博版面 只是郑文灿七林志坚三的比例 让人摸不着头绪 怪不得被反呛 到底是谁在选市长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南台湾 针对高雄市长的选举 国民党中央把七个人选 放在民调当中 结果谁第一呢 柯志恩排第一 高市议员陈立娜是第二 柯志恩其实日前曾经表示 如果党中央做一个全面公正的民调 能够反映高雄人民意的 有说服的 有被点名者的话 如果到时候 民调胜出的是他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认了 好那接下来 高雄会是谁出战呢 我们就要继续接着看下去 那么至于呢 这个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愿意承担 表态说要来选高雄市长 还宣示只做一届 他呛下现任的市长 陈其迈是政客 给了他防疫不及格的分数 两个礼拜前 国民党人选还在南产 那高雄市在 这个党秘书长黄建廷 他抛出了一个叫做 参考式民调之后呢 好像很多大咖 都开始跳出来表态了 因此呢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就建议 干脆呢 举办初选 让民调来学定 到底谁是最强棒 时事评论员 毛嘉庆也认为 朱立伦应该要 请听地方的声音 才能够避免桃源事件 再度重演 一宣布就南下高雄市议会 拜码头杨志良准备好了 要跟陈其迈来场 公卫大决 所以你是老师的话 你怎么凭陈其迈 他的防疫表现 我给他补考的分数 给他补考 58分好了 58分 你看 这些事情 才是你市长最关心的 为什么 人命关天 健康 第一个是人命 第二个是健康 那你在那边干嘛 你是南部最主要的诸侯 资源最多的小婴男孩 你是公卫 自己说你是公卫专家 那你就不要说 你是什么公卫 你就说我是政科 不是OK 而且还恰名只做一届 宣示参选决心 杨志良还没有正式投入选战 就已经先创造话题 如果国民党需要我 我当然一不容辞 我有能力去PK这个陈其迈 那当然这无旁贷 如果我真的万一万一万一 这个党要我去选高雄 那这一定是我最后一次的选举 而且一定是只有一届 国民党中央人选南产 杨志良喊话说义不容辞 张亚中也愿意当后备投手 各个都是党内主张力拼 不让陈其迈躺着选的卡 以前最怕没有人要选 怕高雄没人选 现在都出来了 而且都是依次自选 赵绍康这对话 倒进了高雄的选举情势 两周前 小鸡们还在集群母鸡 如今大家都愿意承担 只是党秘书长黄建廷 抛出了参考式民调 只是要依据什么来做参考 党中央有没有可能 反办初选 黄建廷早就给了答案 将以协调代替初选 拨着公正信 如何不受质疑 就是说他能够这么大气的 接纳张亚中吗 与其说拿一份 大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做的 你自己宣称的 莫名其妙的民调出来 那来做这件事情 倒不如真的思考一下 我们也奉劝朱立伦主席 两句话送给你 玩人丧德 玩物丧志 希望你踏踏实实的开大门走大陆 我觉得这个在桃园的侏罗纪以后 还有苗栗的自主应变以后 你能够暗算高雄接下来会怎么走吗 已经没有办法了 哪怕陈玉珍要出来 你怎么不知道 柯知人早就已经是正属意的人选 最终能不能推出地方中央 以及民意属意的人选 就看国民党在高雄试选战 能否团结突破来营的艰困选区 在地声音要最优先处理 避免桃园事件再度重演 接着让张李嘉宇高雄报道 那民众党昨天是宣布说 他们要启动创党以来 第三次的全台大众走 要倡议18岁公民权 在年底的公民复决过关 因为他们说资金资源不太多 所以他们不打广告 没有网均宣传 靠着大众走来做他们的 请跑基层 只是现在台北市政府之前 不是有被抓包说公务员上班 这个发文被抓到把柄 大酸柯市府洋网军 还说不查 把他当众羞辱的官员黑历史拿出来 柯文哲也做出反呆 他认为老板姓应该自由判断 台北市长柯文哲 带着民众党大适事 为18岁公民权修 限案催票 也为选举加温 只是他才刚大发脾气 怒轰议员羞辱官员 结果隔一天从中午开始 一个钟头之内 从前幕僚到范绿营议员 接连三场轰柯洋网军 还列出柯文哲过往羞辱 公务员的多个黑历史 民进党炮火只对柯文哲 只不过也难免遭人质疑 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因为镜头转回到2020年 苏贞长到高雄农民总医院 屏东分院视察工程进度 当面考起龙总院长医院 多少个停车位 还从外面骂到里面 不满意院长以大概做回答 苏贞长会议上说重话 但这还没结束 2021年非洲猪瘟防线 出现破口 让曾自豪守住疫情的 苏贞长大为光火 不管所有媒体正在连线直播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标骂官务署没收好 苏贞长的酷立性格 很多人都亲身经历曾被洗脸 更别提他在国会大骂 郑立文不要脸 民进党大动作攻击科文哲 但真正羞辱官员的最坏示范 不是别人 正是苏贞长自己 反而重重打脸自家人 接着陈思源带距离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 水神雾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 来买送水神一级两得